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恐怕有点难度 因为明天我答应我孩子 陪他出去玩的 我知道的 我在心里 永远没有你的家人重要 我也永远不可能是你的家人 行了 你走吧 好了 我自讨没去了 小雪 你知道我不是这么想的 关于留宿这个问题 我们不是早就有默契了吗 我之前一直讨你欢心 所以你才觉得我们有默契了 小雪 你今天怎么了 好像有心事吗 我妈她又在催我结婚了 最近张罗着让我去相亲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觉得啊 如果是伯母的意思的话 你最好不要跟她顶庄 这就是你给我想的办法 这巴不得我被别的男人带走 不是不是 我不是在想两全之策吗 两全之策 行啊 我妈不是想让我带男朋友回家吗 我本来就有男朋友啊 这样吧 选一个日子 我带我男朋友回去见一下我妈 小雪 这样的玩笑我们不开好吗 你看我像在开玩笑吗 可是我现在的情况可能吗 你现在的情况可能吗 你有老婆有家 可是你有老婆 你当初为什么活在一起 我有逼你吗 你就是为你的家人着想 我都顺着你 我不但顺着你 我还要帮你 那有什么办法 我心里有他们 我心里有你啊 可是你考虑过我吗 我才二十五岁 我的青春 我的美好 全都给你了 可是你呢 你怎么打算的 你是决定和你老婆过一辈子 和我玩一辈子 不是吗 谭雪 你 反正我不管了 我之前处处顺着你 什么都为你考虑 今天 我也要为我的幸福考虑了 说吧 你们什么时候离婚 小雪 你看你太激动了啊 冷静点啊 冷静点 我偏要告诉她 知道为什么我跟她在一起吗 因为我救了她的命 当年她被人强奸 是我救了她的命 要不是我 她早死八百回了 什么人 这是一颗星 一半是你半 一半是未能 好吧 秦苑 你一定要等着我回来 一定要等我 欣然 如果不是我的离开 你就不会受到这样的伤害 都怪我 都怪我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她说的都不是真的 这就是 我一直躲避你的原因 你现在知道了吧 欣宇啊 我跟你说啊 妈妈今天下午要陪奶奶到花鸟市场去 我不来店里了 跟你说 那家美车公司上次不是说吗 有一套设备 需要我们来试 对 问问她们行不行 嗯 欣宇啊 待会儿啊 你再给欣然打个电话 让她中午回来一趟 今天让她回来啊 你看 我今天包了这么多的饺子 她最爱吃了 让她回来吃顿饺子 然后再带回家吃 她不是在上班吗 哪有空回来啊 她前几天跟我说了 她今天休息 行行行 哎 老公 电影是几点的 三点啊 现在还早呢 怎么了 反正还有时间 前面路过欣然的店里 咱们顺路去看看她吧 既然顺路就去吧 你知道怎么走啊 顾了这个红绿灯 前面路口向右转 有家叫丽雅定制女装店的就是了 哎 老公 绿灯了 快走啊 走啊 嫣嫣就要吃我包的饺子 你这一大卖子 够她吃包里饺子了吧 哎呀 你也真是的 嫣嫣电话打不通 那就让她过两天回家来吃不就得了吗 非得今天给她送过来 这个花鸟市场就在这儿嘛 正好路过 又在研究老板的手稿图啊 今天真不好意思啊 临时把你叫来帮我顶班 还害你把手机给弄坏了 没关系 反正我一个人在闲着也闲着嘛 你还要照顾孩子照顾家里呢 反正手机坏了还可以在修啊 那就辛苦你了啊 那我先走了啊 好 住家马上就到 拜拜 你好 欢迎光临 请问娘信蓝在吗 哦 信蓝 有人找你 这边请 谢谢 大姐 然然 怎么在这地方还不错呢 到了 到了 这儿 门开了 怎么门开着呀 这死妖头 你小心啊 哎 起来了 然然 小大伙 趁她没发现我们 赶紧走吧 快快快 不行 来 来 让我们没联系上 妈要摸到这个环架的手里 走 来来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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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妈 你在这儿 我去对付她 小心 是 干什么 毕竟奶奶的年纪大了 身体时好时坏 你就算再忙 也得挤点时间 都回家看看 陪她说说话什么的 是不是 我知道了 大姐 毕竟我们姐妹三个里面 奶奶最疼你 你都回家陪陪她 她心里也更高兴些呀 嗯 嗯 不会那么巧吧 你怎么在这儿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 中午还说下午有事呢 现在又出现在丽养门口 干嘛呀你 我那个是 我知道了 你想给我一个惊喜对不对 不是 安静 我就知道你有心吧 来 亲一个 安静安静 这 这边人多看到不太好啊 人多怎么了 这满大街都谈恋爱的人呢 你怕别人看了 你还不 韩雪 干嘛呀 疼吗 韩雪你看这样好吗 今天你别进去做衣服了 改天我再约你们 好不好 你今天很反常呀你 是不是心里有鬼啊 你不让我去我凭什么不去 我就要去 韩雪 好吧 我老婆在丽雅里 是吗 也对 反正我们俩早晚都得见面的 择日不如撞日 就今天吧 韩雪 我求你了 别进去好吗 我进去怎么了 我又什么见不得人的吗 同样是为了爱情 我们俩什么区别吗 我今天不光要进去 还还好好谈谈呢 我待会看看了 到底是什么样的女人 可以和我的男人结婚 韩雪 她跟你不认识 你跟她有什么好谈 你说是不是 她不认识我没关系啊 我认识她不就行了 韩雪 你不让我去我骗去了 怎么着呢 那我先走了 你姐夫还在外面等我呢 行 那我送你吧 不用了啊 你忙吧 照顾好自己啊 路上小心啊 嗯嗯 不好意思 小姐 那您先请吧 明伟 那咱们走吧 要不看得眼该迟到了 好 小姐 不好意思 让您久等了 我等 可是没白等 您的意思是 就嘴口一说 那您快请进来 我都说了多少次了 我不是小偷 我住在这儿 这是我的房间 你们怎么就不信呢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你就是小偷 你什么主意啊 你住在这儿啊 这明明是我孩子的房间 哎 大事啊 没凭没几你可不能瞎说啊 小心我告你诽谤 还有 刚才 是不是你拿什么东西砸我了 我可以告你人生伤害 你知道吗 你活该 怎么没凭没几了 你把我孩子房间翻成这样 这就是证据 就是 这要是你的房间 那你怎么不用药权门呢 对啊 跟我们都查过了 这门分明是被撬开的 你还敢狡辩 我钥匙丢了不行吗 我女朋友不在家 我就撬开门进来了不行吗 再说了 这是我自己的家 我愿意撬就撬 你管得着吗 你没丢过钥匙啊 你没丢过钥匙吗 对对对 你看看 那都是我的衣服 你好好看看 我的衣服啊 妈 心上不是一个人住着吗 怎么会有男人的衣服啊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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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衣服就是你的 就是你的啊 谁你没丢过钥匙 你想让她答应吗 对啊 我要喊她她能答应 我还敢穿吗 行行行 我不跟你们都说了 你赶紧打电话 交我女朋友回来 她回来了就一切都清楚了 好吧 那你别废话了 赶紧打啊 我这个样怎么打啊 你给我解开 告诉我你们手机在哪儿 我妹吧 啊 兜脸 多少货啊 杨新人通话记录里有 你胡说 我孙女那么乖巧 能跟你这个无赖交男朋友吗 胡说 哎老公啊 刚才那女的你看见没有 那我没留意 你刚才说什么 杨新人是你什么人 快快快快 你说完话 杨新人是我女朋友啊 胡说 别跟她胡说了 赶紧送派出所 对 她就是一小偷 走走走走 走走走 走 干什么呀你们 动不动就去什么派出所 人家警察说得很忙的 那个 阿姨 你听我说啊 我真是新人的男朋友 真的 我跟她还是二中的校友呢 杨新人 她最爱画画的对吧 她小时候 就想当服装设计师对不对 还有还有 新人最爱吃的就是饺子 尤其是酸菜馅对吧 这个人好像有毛病 我都给她让路了 她还站在门口一动不动 好像她跟我有仇似的 是吧 噴了一身的香水 都快熏死我了 而且 以为自己有几分姿色就了不起 谁愿意理她呀 咱不管她 嗯 这怎么了 喂 妈 怎么会有这种事啊 妈 你跟奶奶先别着急啊 我这就去找新人 我们马上过来 好好好 一会儿见啊 怎么了 咱们 赶紧回去吧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等会儿跟你说 走走走走 回西元店里 然然 谢谢姐姐 你可回来了 快快快 你过来 你来你来 你来 你跟你妈 还有你奶奶解释一下 我是你如假包换 明媚正娶的男朋友 真的 妈 妈 奶奶 妈 奶奶 这男孩的确是新人的男朋友 这么说 你是知道他们同居的 不 是 不过 啊 就这么一个小无赖 你不但 不阻止他们 还帮着他们一起瞒天过海 妈 我是怕 是怕您和奶奶 怕我们不高兴是不是 可现在我们就高兴了吗 是不是还要我们 到小区里面敲锣打鼓 说我们抓了一个小偷 结果 是自己女儿的男朋友 两位你们都听见了 好 那就不麻烦你 谢谢 好 妈 你看呀 我说了一句 你还了我一堆 咱们能不能 心平气和地 好好说几句啊 我怎么心平气和啊 妈 你也别怪大姐了 都是我不让她说的 你还好意思说 当初啊 你是说 你上班离家里太远 要出来住 我和奶奶是怕你 来回奔波太辛苦 才答应你的 可结果呢 你出来跟这个小无赖同居 你把我和奶奶当什么了啊 你眼里还有我们吗 今天我们给你送饺子 奶奶还想给你一个惊喜 结果呢 你给了我们一个大惊喜 不是 阿姨 你 你不想逃打找辣的话 最后出面了 然然 过来 你现在已经长大了 不过像这个交男朋友啊 谈恋爱啊 这些个关系到你一辈子的幸福的事啊 要擦亮了眼睛 看清楚人 懂吗 然然 你心里知道 奶奶最疼你 一般的事奶奶都是顺着你 可是今天 不计 奶奶必须替你做个决定 你必须听我的 妈 您说 嗯 给你一天的时间收拾 既然已经分手了 回家住 明天 必须回去 走 咱们回家 对 听见没有 走 您好的事情啊 我都已经报好了啊 中午啊 我就不回来吃饭了 我还得去趟税务局呢 好吧 行 哎呀妈 你干嘛 每次我这刚出来 你就叫我回去啊 行了行了 就这样啊 喂你啊 你吓着我了你知道吗 颜大哥 怎么是你啊 我就 我看时间差不多了 我就早提前来一会儿 不让你等多不好是不是 我在那后边我就看 我看前面一打电话像 我就过来给你打招呼 没想 没吓着吧 没有 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等你到哪儿了 那行那行那行那走上去吧 走 走走走 行那来得及快 走吧 你回来干什么呀 你说分手 我同意 那天说分手费什么的 都是气话 你也不用在意 我就是觉得就这么走了 心里空落落的 毕竟在这儿生活了这么长时间 多少还是有点留恋的吧 留恋 你是留恋这儿生活 还是留恋被你亏乎光的钱呢 你自己信最清楚 你要这么说 未免太伤人自尊了吧 你跟我走 你跟我走 我想一个人进去 你跟我走 听见没有 你跟我走 颜大哥 刚才 真的是谢谢你了 客气什么呀 男人保护女人 本来不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吗 在现在这个社会 像你这样有绅士风度的人 简直太稀有了 我才有这么一点风度 就给你发现了 现在的人真烦 颜大哥 怎么了 没什么 我手头上不是有一批资金正在炒期货吗 之前有一位老客户跟我介绍了一旁的仓库 我们三个月的收益额都超过了百分之十五 你们真的太厉害了 现在股票市场那么的不景气 你居然每个月能有百分之十五的收益率 说来惭愧啊 我虽然是做财务工作的 可是我对投资理财却是一张白纸 所以 我每个月呀 只能挣那么一点点的小工资 哪肖颜大哥你呀 挣得可都是大钱 这年头啊 你不理财 财就不理你 是啊 所以像你这样的投资专家 看成头牌呢 瞧你爸说的啊 都色意双绝了不是 其实啊 男人能力强一点 那是应该的 女人呢 会不会赚钱 我觉得没有人必要 为什么呀 因为呀 一个成功的男人 就是要赚到比妻子花的还要多的钱 而一个成功的女人 就是要找到一个这样的男人 天哪 她的话有如春风 除了拂面 根本没有别的特性 我摇心于这二十八年来 一直苦寻苦等的人 以前一直远在天边 现在终于近在眼前 不行 我一定要抓住她 谁也不许跟我抢 严大哥 如果说我想要理财的话 你可不可以 先帮我扫扫王呢 这都不是事儿啊 我们边喝边聊 我向乔布斯保证 我一定给你扫得干干净净 今天是个好日子 今天是个好日子 大姐 大姐 你换了新工作服了 这能干活吗这个 不是 这个呀 是我刚刚出去办事的时候买的 商场啊正在打折呢 三折 这是最后一件被我淘到了 英国的大名牌 好好看 你好 欢迎光临美车房 先别聊了 你快去吧 两位美女 不好意思啊 你们想喝点什么呢 红茶还是咖啡呢 咖啡 谢谢 红茶 好 那你们稍等一下啊 我说谭大小姐 她家里一个 外头一个 早晚啊会出事 早晚我会让她对我 专心致志一心一意的 但是我还是劝你一句啊 你要觉得她好的话 你就得赶紧加把劲 让她早点离婚 省得夜长梦妥 她到底怎么想处理她跟她老婆的关系啊 你这个小丫头 别看平时挺笨的 偶尔还能说出一两次关键的问题 你 你才笨呢 那你怎么想的呀 我是觉得 一旦想让话题和她的家庭沾边 就必须得有技巧 我得好好想个方法了 两位美女 来 你的红茶 你的咖啡 谢谢 谢谢 没事 大姐 我有个重大发现 你看 那个女的 看到没 那个女的呀 肯定是个小三儿 你怎么那么闲啊你 过人家那么多 再说了那是顾客 让人家听到怎么办 我只不过是为这个男人的老婆 打抱不平而已 你说 她怎么就摊上这么一个三心二意 又不负责任的臭男人呢 你还真是闲呢你 你有那么多闲工夫 能不能去找自己的好男人啊 对对了 刚才没说完呢 你心中的好男人是什么样子呀 你 你那么想知道 不摔拉倒 行 我告诉你吧 我爱的好男人哪 衣食无忧是基本的 幽默风趣是必须的 为人出事呢是果断的 对待爱情和婚姻 她必须是专一的 对 她没有前女友的纠察 也不能够和女同事搞暧昧 对待小妹妹呢 又有她独特的魅力 让她们全部都头怀色暴 但是呢 她又每次都得拒绝了 所以 她只要对全天下的女人都是狼心狗肺的 只能够对我一个人是掏心掏肺的 还有最重要 她必须要具备现在老公的最高标准 带的出去 带的回来 照你这么说啊 你姐夫除了幽默风趣 身为有那么一点点的和她的女人 其他的全都命中哎 瞧瞧你这么美的嘞 行 你世界上啊 只有姐夫是最好的男人了 那当然了 我没有说错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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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几位先吃点水果 一会儿就给您做吧 谢谢 佳琳你怎么来了 你也来泡吧 我不是来泡吧 我是来找你的 你找我干什么 你等我来 佳琳我现在正在上班 我走 我看你你拉我去哪儿 跟我来 佳琳 佳琳我我正在上班呢 你你有什么事啊 我说你白天整整八个小时 都在电脑面前工作 你还嫌不够累是不是 你晚上今天跑到这种 屋檐上去的地方来工作 你当你自己是钢筋铁骨啊 不是佳琳我现在真的听不明白 你在说什么 我跑到这儿来天之上班正点钱 你能够有什么不对的 当然不对了 你现在身体还在修养期 你懂不懂啊 你应该多休息 要不是马不停蹄的工作 你说你干嘛 把自己搞得那么辛苦呢 没有 我是喜欢这份工作 而且我也需要 你刚刚刚刚刚刚才 你帮你过来一下 好的珍珍 谢谢你啊 我马上就过来 你听到了没有 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办 那你找个地方 你点点东西后 我一会儿过来找你好吗 我一会儿过来找你啊 询诺 询诺 询识 询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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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金先生 点到这么多的啊 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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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琪,一杯葡萄牙,两杯马亭。 好。 好。 是你? 原来还在夜场上班呢? 小姐,不好意思。 现在上班时间,我那时间跟你聊天。 有没有小东方的。 您点的是蓝牌一瓶是吧? 对。 好。 可没有什么优惠给我啊? 对不起啊,我们酒吧不资讯任何东西。 不要嘛,够算优惠,以后姐姐经常来玩。 小姐,真的,真的,真的。 丁佳玲,你干什么? 我干什么? 你怎么不问她干什么? 你喝多了。 小琪,拿一包纸巾过来。 我才没有喝多呢。 喂,尿不要灵。 你怎么骂人啊? 你酒吧给我放干净点你。 这位美女,对不起。 她那是我的朋友。 她现在喝多了,真的真的对不起。 我算您道歉。 我算了算,我今儿怕你面上。 姐姐不跟你一般见识。 你得干啥给你。 不用了,不用了,我没听过你。 不用了,不用了。 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谢谢,谢谢,不好意思。 丁佳玲,你喝多了。 行了,我看就是想你喝多了。 我要把你们带来去休息。 好的。 奇怪啊。 这游你什么事啊? 我怎么每次见到你都没有好事啊? 妈。 我一边训你。 谢谢你,你没事吧。 跟我来。 来,大林,把这琴也要吃了。 快点水。 然后一会儿你再休息一下就没事了啊。 你能不能辞职? 不要在这儿干了。 这个工作并不适合你。 你许诺在我们学校当时也算是风洞一群的才子。 就算中途退了去, 那也不至于若若倒在酒吧里卖笑为生吧。 你要是想找工作, 你可以打电话给我。 我随便一通电话就能帮你搞定。 嘉玲, 来酒吧上班来这儿兼职是我自己喜欢的, 是我自己愿意做的。 我靠我自己的劳动来证件有什么好丢人的? 你怎么就这么固执呢? 这个是我的私事。 我有我自己的决定。 如果没什么事, 那我去工作了。 对不起。 要是我不管也行。 先把这个钱还给我。 我欠给你的钱呢, 我一定会还给你。 但是, 你能不能给我几点时间。 好啊, 加时间那就加利息了。 没问题。 我真不懂你是真傻还是假傻。 你就看不出来。 算了。 好啊。 你在这里干嘛? 你不会再偷听我们谈话吧? 对不起。 我, 我是要给你拿蜂蜜水的。 我不是故意要偷偷无声号的。 给我送蜂蜜水? 你哪有那么好心啊? 你是因为上次的事情心中有愧。 所以才故意这么做的吗? 上次的事情, 真的很抱歉。 算了。 我没心情跟你在那里说。 欣然, 你跟佳麟认识啊? 也不算认识吧。 就是白天工作时候, 在店里见过。 你跟她? 她是我大学的师姐, 所以。 你上次帮我还高利贷的钱, 真的是跟她借的吗? 不好意思, 我不是故意要听到你们对话的。 没错, 那个钱呢, 就是我哪儿借的。 你放心, 钱我还给你的。 欣然, 这些钱呢, 我就没想着让你玩过。 一定要还的, 我不想欠你人情。 那, 亲爱的。 什么? 刚才泼水的那个美女留下的呀。 你们俩很熟啊。 算不上很熟, 认识。 真的, 就只是认识而已。 我骗你干嘛。 看看壁纸。 手机是人家的隐私, 我看着干什么? 哎呦, 看还有没事。 来, 我替你按。 不说亲爱的, 原家可不仅仅把你当熟人而已。 我悦人无数。 再加上这个壁纸, 你就是人家心里最喜欢的女人。 绝对凑合。 好了亲爱的, 我归原祖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喂, 您好。 喂, 你是谁呀? 为什么我的手机会在你那里呢? 哎呀, 我说, 如果你是不小心捡到的, 那麻烦你学学雷锋叔叔诗惊不昧的精神, 把他误归原主。 要是你是顺手亲爱的, 那我们就来做个交易吧。 你开个价, 只要你能把我的手机还给我。 我说丁大小姐, 我得告诉你, 这个手机不是我顺手牵羊偷的, 也不是我身边牵的。 那个是你的手机落在了吧台上, 是我同事把你收起来交给我的。 你, 你, 你怎么知道我姓丁? 你, 你到底谁呀? 我说你到底是没睡醒的, 还是酒没醒啊? 我许诺, 我今天会在公司, 到时候你有空的话, 你到公司来拿吧。 我今天不方便, 我今天什么时间都没空。 那明天也行, 明天我也在。 明天也不行, 要不你好人做到底, 给我送过来啊。 佳华广场, 时间整, 我在那儿等你, 拜拜。 喂喂, 丁佳麟, 喂。 小萍芳, 娃娱。 既然又决定搬回家里住了, 酒吧的坚持还是别做了。 你如果晚上还出去的话, 奶奶和妈妈肯定不同意, 我也是这么想的。 反正, 酒吧的工作也挺辛苦的。 所以我想休息一天。 大姐 其实你陪卡卡就好了 不用特别来接我的 这个可是老佛姨的命令 谁敢不遵命 再说了 你姐夫出差了 卡卡又放假 我没什么好忙的 何开奶奶的命令不说 我也觉得 你应该搬回家里住 既然都跟曹亮分手了 索性就分得干脆一点 免得你一个人住在那里 她老来纠缠你 大姐 其实我一个人离开家这么久了 我最对不起就是奶奶 所以她让我回家 我有无话可说 给 物归原主 没 没电了 早上接完你电话以后就没电了 那你有没有 你放心吧 我没有窥探别人隐私的爱好 不管怎么样辛苦你了 坐吧 你想吃什么我请你 不必了 我是来给你送手机的 不是来给你吃饭的 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 那我先走了 公司还有很多事呢 许诺 你等等 我不是出租车你叫停我就停 大小姐 许诺 你等一下 许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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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牌菜 怎么了 快快快快 许诺 许诺 多久了 四十多天了 感谢观看